澳门岛长营运商金沙中国表明 今个月开始业务明显复苏 已经录得轻微经营现金日理 内地9月底重新开始审批来往澳门的自由行签注之前 金沙中国业绩未有明显起息 上季按年营转亏 净亏损超过5亿6千万美元 经调整的经营现金亏损超过2亿3千万美元 不过就较对上一季的3亿1千万美元收窄 净收益总额按年跌9成2 去到1亿6千万美元左右 金沙表明由11假期开始 今个月业务至真正明显复苏 当中以高端中场表现较为强劲 而且不少顾客来自广东以外 形容情况令人鼓舞 金沙透露反映高端中场收入的非转卖入双数 现在平均每日超过2千万美元 相当于去年疫情爆发前三成左右 现在已经可以达至轻微的经营现金日利 公司承认贵宾厅业务 复苏明显较其他部门慢 不过也是预期之内 而且强调10月以来相关收入也都在合理水平 大行普遍对金沙前景乐观 富瑞和汇丰都围持买入评级 汇丰表明贵宾厅占金沙业务较小 所以更加好准备迎接金轮复苏 而且新的伦敦人项目等 应该有助捕捉之前被压抑的旅游需求 富瑞预期行业只会缓慢复苏 但是金沙短期内有新项目落成 相对同业对顾客的吸引力较大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轩报道